貼到一個Memo 以後就是用複製貼上就好 你看我從頭到尾只有寫一幅而已 其他都用複製貼上對不對 Clean Content也是一樣 Selection 這邊有嘛 所以用複製就好了 Clean Content沒有的話就自己打 打到最後其實也都知道 這一個是沒有 自己不會跳出來 Clear Content C-O-T-E-N-T-S Contents要加S Contents 游標移開如果小寫變大寫 表示你拚對了 如果游標移開小寫還是小寫的話 那表示拚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幫你怎麼樣呢 幫你做檢查 如果有這個指令的話 他會幫你變大寫 所以習慣我是打小寫 移開之後會變大寫表示你正確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不難記 如果你常常要清除資料的話 這個是必要要記下來的 因為已經寫到記下來 那當然就是必要的 好 那這樣就寫完了 就這幾行 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成功 最後把它先縮小一下 試試看 這裡面有資料對不對 不清楚喔 按一個笑臉 有沒有 91筆沒錯 再來 再按一下 理論上應該也是91筆 因為我要先清除掉 點一下 有沒有也是91筆 不會增加了 那這樣跑太快 可能各位同學看不清楚 怎麼樣把它縮小一下 我們足行來看一下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按F8 第一個先切換到 它本來就已經在第一季 所以它不會動 再來優標放在A2 有沒有 在判斷呢 裡面是不是有 是不是等於空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A2現在有沒有 等於1嘛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成立的 你如果不確定你優標放上去 它也會答案告訴你 等於什麼呢 等於True True的話就是裡面有資料的意思喔 然後呢 再按F8 再把範圍選取起來 Ctrl-Shift加End 選好了 然後呢 再Clean Content 清除掉對不對 然後再End If 再來就是跳到第一個工作表 Select 然後後面的話都一樣了 那我們就把按F5 就是執行 或者按這個執行 它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也可以很輕易的 達到你要的目的 那就是這幾行 那各位先稍微記一下喔 其實需要 需要重新寫的 大概就只有這個啦 If End If Then 那這些其實將來呢 你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呢 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了 那If就是做判斷 頂多就是一個else else就是反之的意思 如果這個條件跑這樣子 反之就另外一個 假設它裡面空的 你就做另外一個事情而已啦 這邊的話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應該可以記得起來啦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